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舒沛 我是主持人寶兒 從去年就釋出了消息掉進了粉絲們胃口的漫威蜘蛛人 終於公布了上市的時間啦 那麼今年大家除了復仇者聯盟3可以看之外 也有遊戲可以滿足各位粉絲 就讓我們趕快起來看看Spiderman的消息吧 在去年E3展上公布了BS4獨佔動作遊戲漫威蜘蛛人 獨特寫實的畫面風格 加上宣傳影片爽快的動作打擊感 令許多粉絲們為之瘋狂 官方終於在近日公布了即將在今年9月7日 在歐美地區正式上市的消息啦 漫威蜘蛛人的故事劇情 是以漫畫原作中世界觀作為整體基礎 玩家將化身漫威的超級英雄蜘蛛人 在遊戲的世界中打擊犯罪拯救世人 在本次的消息中 官方也特別公布了歐美地區的特點資訊 除了有特別的遊戲時裝消息之外 更是出了在2019年3月會有最佳劇情DLC的消息 預購的玩家還會獲得傳奇漫畫家 Eddie Grinoff 繪製的PS4自訂主題 這家喜歡的粉絲們怎麼倫得住呢 雖然目前只公布了歐美地區的消息 但也相信離亞洲地區上市的時間應該不會差太遠 各位蜘蛛人的粉絲們 是否已經準備好荷包要來沖一波了呢 等待的同時 不妨持續關注電玩宅蘇沛 知道最新的消息吧